5月12日是葬礼4月初一 也是宗教节日 萨格达瓦首日 在拉萨市主城区的传经道上 早已有不少信众开始传经 他们手持传经筒或佛珠 口中诵经祈福 据记载 佛祖释迦牟尼诞生 成道元祭的月份是葬礼4月 因此这个月也被称为佛诞月 信众们通过传经 布施 供奉 放生等方式 纪念佛祖并行善祈福 大昭寺外墙的八阔转经道上 转经的人群比肩皆肿 当他们经过大昭寺正前方时 都会不约而同的双手合时 默念祈祷 此外 还有部分民众 以食素的方式迎接萨格达瓦 当日下午二时许 尽管已经过了午餐时间 在大昭寺附近的素食餐厅中 人有不少食客正在用餐 今天是萨格达瓦节的第一天 为期三十天的萨格达瓦节 像今天开始 很多藏族朋友们都会在今天 开始一个月的施素节 然后因为我们在大昭寺门口 所以说有很多游客 也会在我们这来体验一下 藏族的素食节 萨格达瓦期间 大部分藏餐馆 会特别推出一些 具有藏式传统的素餐 如素藏面 人参果饭 素藏式火锅等 萨格达瓦就是我们传统的 这个节日 藏族人专门去赚金 或者吃素 就是我们餐厅 推出了很多藏餐的素食 各种当地的传统的菜 做我们素食的 节日期间 各地寺庙也会举行 各种祈福的佛式活动 在藏力四月十五日这天 各类活动都将进入高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